第27集 众礼 莫小鱼不懂这些 看着这些东西还不错 就接了过来 无论是在官场 还是在寻常百姓家 都有那么一些 在领导或者主人身边递话的人 那这些人呢 说出了领导或者是主人 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 老师 您可真偏心呢 这么珍贵的东西 都给了小师弟了 我们这些当师兄和师姐的 都没有啊 说话的正是那个 不男不女的俊美年轻人 郎坚白笑了笑 没说话 那家伙见郎坚白不支声 也是开始继续发挥道 莫小鱼 你不知道吧 这块燕台啊 老师珍藏了几十年了 这可是有名的红丝燕 现在啊 已经没有石头可以用了 所以都绝产了 老师都没舍得用过呢 那还有这几块胡笔 是老师在拍卖会上拍来的 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用过的 还有这两块灰墨 是宫里流出来的贡墨 你小子 脸可真大呀 经这家伙一说 在场的人才明白 感情这东西都是有来头的 就连饥渴心的脸色都变了 又是帮着莫小鱼找学校 又是送这么贵的东西 看来这个老家伙 在莫小鱼身上 还真是肯下血本啊 杜曼雪 虽然玩的是书画 但是书画和文方四宝 本就是一体的 所以听到狼尖白的学生 这么介绍 再看看莫小鱼 接过来的东西 这些加起来 少说也有百十万吧 这个莫小鱼何德何能 狼尖白居然这么下本 谢谢老师 我一定努力学习 谢谢谢谢 好好好 快起来起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师兄师姐 对了 先介绍杜布长 通过狼尖白的介绍 莫小鱼才知道 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居然是自己的大师兄 叫丁安怡 听起来倒像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莫小鱼和他握手时 这位大师兄的手啊 比女人的手还光滑白皙 而且呢 没有男人的热度 倒是有几分女人的阴凉 让莫小鱼不禁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啊 春夕路上的安怡轩画廊 是我开的 有时间呢 过去看看 丁安怡握着莫小鱼的手 似乎不愿意松开了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我一定会去的 莫小鱼笑道 小鱼啊 这位是你的师姐 龙又轩 可能等你开学啊 就要上他的课了 他现在在艺术学院教美术 狼尖白介绍完丁安怡之后啊 就开始介绍这个美妇人 而且呢 莫小鱼能够清楚的感觉到 狼尖白对这个女人甚是推崇 而且眼睛蕴含了一种 不可名状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莫小鱼也不知道 姬克星果然是生气了 走的时候啊 连莫小鱼的车都不坐了 改坐杜曼雪的车走了 莫小鱼无奈 只能是跟在杜曼雪的车后面 随时听候吊签 哟 怎么了 小两口吵架了 杜曼雪感觉到 姬克星的情感变化问道 这小兔崽子 胆子还挺肥了 去艺术学院的事 居然不告诉我 姬克星很不满地说道 哎呦 我以为是什么事呢 人家朗老师帮了这么大的忙 你不感谢人家 还生起气来了呢 即便是姬克星和杜曼雪 这么好的姐妹 姬克星都没有说过 自己和狼尖白的关系 所以在杜曼雪看来 姬克星应该好好谢谢 人家狼尖白老师 哎 是不是觉得莫小鱼 上了艺术学院 我就不用找你麻烦了 是不是 姬克星不满地说道 嗨 我是觉得吧 你倒不是嫌莫小鱼 没告诉你 而是担心啊 莫小鱼去了艺术学院 对你造成威胁 艺术学院是什么地方啊 那地方可是美女如云 而且那些小妮子 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你心里啊 可得有个数 把它看紧点 否则啊 到时候鸡飞蛋打哦 杜曼雪提醒道 怎么看紧点啊 之前的姬克星 一直都是坚持莫小鱼 是自己的表弟 现在说话居然改口了 变成了怎么看紧点 可心呢 你我十多年的姐妹了 你也不小了 实在不行 结婚嘛 也到时候了 杜曼雪一句话 差点把正在喝水的 姬克星给呛死 结婚 和谁啊 姬克星满脸通红的问道 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被呛的 还能有谁啊 当然是莫小鱼了 可心啊 这么多年来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 有男人住你家里 该抓住的时候 你就要抓住 否则的话 跑了你就后悔吧 杜曼雪说道 不可能 我看不上他 他哪点能配得上我呀 是赚钱还是有才华 要啥啥没有 凭什么我倒贴呀 姬克星不客气地说道 你不要这么说 莫小鱼还小 而且郎坚白 那么奸华的人 都舍得拿出 那么贵重的东西 给莫小鱼 那莫小鱼 要是没有过人之处 郎坚白能舍得 而且我发现啊 这个莫小鱼 对书画还真是挺有研究的 昨天嘛 他不是给我送东西吗 正好我在家里画画 他呀 就评论我那幅画 头头是道呢 杜曼雪说道 啊 他还懂书画 没搞错吧 姬克星心里道 对于莫小鱼 相信没人比他 更加了解他的底细了 所以呢 你要是认准了 就一定要抓住 要是不把握 就不要把自己 那么着急的交出去 否则啊 到最后可能是 被人骗财骗色 看到姬克星不说话 杜曼雪继续说道 进城之后 姬克星下了杜曼雪的车 然后上了后面的 莫小鱼凯的车 但是一言不放 一直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 姬克星冷眼看着莫小鱼 等待着他的坦白 老板 我不是要故意骗您的 但是冷尖白那么说了 这边回科技大学的希望 又很渺茫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答应他了 莫小鱼自认为 这个解释还可以 把主要责任呢 推给了姬克星 是你没能耐把我送回去的 所以我只能是 另辟蹊径了 那这么说 是因为我没能力送你回去 你才选择去艺术学院的咯 不不不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吧 这是个机会嘛 对吧 眼看着按照正常来说 就要毕业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跟家里交代啊 所以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了 你老实告诉我 你懂画作吗 你会画画吗 你怎么就敢去上美术学院啊 你不担心毕不了业啊 姬克星问道 莫小鱼当然不会说出实话来了 要是那样 姬克星肯定又要拿交通事故 威胁自己了 我觉得吧 也没什么难的吧 那不行 到时候 那不还是有那个老东西的吗 对吧 还能毕不了业吗 莫小鱼轻松的说道 莫小鱼 你想的太简单了 莫小鱼心说 哼 我想的不是太简单了 而是太复杂了 谎话一个接着一个 骗了这头 骗那头 奶奶的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